一费也有怪除 二费有 二费跳臂直接成长 我拿他是毫无办法 这贪婪伴侣还挺强的 其实 别小看他 虽然是个白板 哦 这个德鲁伊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二费转脸 是吧 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这才是常态德鲁伊 哪有那种是吧 一费拍二费 二费跳臂成长的德鲁伊 电脑牌 操 你这里要不要防 防横扫 赶紧得防 然后都能算了 他横打的话 我还能再铺两个 是不是 再铺四个 他可以不着急 他不着急 我也不着急 我这有嗜血 这什么 法师游客 不过这个他没带王子 没带王子弱一半 是不是 天状奴藏 细节 看是不是法强 法强 法强 多打一滴血 这样下回合的话 是有17点的伤害 跳臂 萨尔的礼物 嗜血 看他这回合怎么操作了 奋力攀登才能看到美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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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脸 我正好截两个 还好没截这边两个 那感觉不是很好 嗜血了吧 但是不是血又没血干 放这个吗 其实可以 跳臂出这个炫目演出者 照四个 压一波场面 这可能是我唯一他赢他的机会啊 就是这波场面 他解不掉这波场面的话 我就有很大概率能赢了 就看七费这一波 感觉就是决定胜负了已经 他解的掉的话我就输了 他解不掉我就赢了 下回合我还有嗜血 他就要一个 他这样是要死的 横扫 那他可能还能活着 哎呦 一天一天斗着法术啊 他这combo也太强了 刚才也是这个combo 雪莲成猪 他一会儿还能再放一遍 和这个银尊海韵 有点有点有点太超过了兄弟 我不要回血呢 因为这个这个场面又不好嗜血了感觉 打三回血吧 这样的话我的人的血量可以回回来 他不容易用那个 银尊海怨锅长解了 这样我还是叫杀他对不对 9加 9加11 20点20点伤害 还有一个过强 他8费就打不出齐利亚斯 这不是我第二波赢点 这波再不赢感觉真要死了 真要投降了 好抽牌 抽牌的话 5费能还能有什么 5费的场面不好解的 但是他会叠个甲是吧 这个有点难受其实 但是其实我有偷鸡 我可以抽过的牌打到24 卧槽 能叠15甲吗 还没到 算一下伤害啊 如果是嗜血的话 是20是正好是吧 39 33得9 这也是加3公斤力吗 9加11 正好是4 或者抽过的牌 变螺丝 那样的话打得更多 给他演示一个骚操作吧 演示一个骚操作 哈哈 先打 打完之后电流倒连 之后跳吧虫子 甚至刚才还可以打一个可靠陪伴是不是 可能不行 费用够吗 应该够 哎 算了 这两次跳结束 要赢了 他还道歉我好多的一血啊 应该是道歉我15滴血 这德鲁伊 现在这分段 这个时间点 这么多德鲁伊吗 感觉实在不行拿宇宙战抓一手呢 宇宙战能打得过德鲁伊吗 感觉就用超快攻可以打德鲁伊是不是 疲劳术 感觉我组套疲劳术 可以上传说了 还说实际上他读我卡的 他是读到了我这个萨满 所以才给我匹德鲁伊的 哇一手二四个二直接炸走了 是不是 我想这回要不要打这硬币 打硬币的话 不打这硬币的话 就是打了这个硬币 所以还会有一个硬币 那不打这个硬币的话 就没有这个硬币 说的句废话 打了吧 怎么着都是三费出这个后台保镖啊 你们想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怎么都是三费 挑逼上他 啊 你别说还行啊 这个结果还能接受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横扫阵型 我这时候需要一个回血图腾 大伙儿 买个赵枪的车身 是不是 我待会下午以后摇个图腾看看 如果要是图腾没有回血呢 我就把这个三三撞了 不对 无论如何都得把这个三三撞了 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这样的话 还是要个图腾吧 确实是回血图腾 那我就可以拿这三个解 如果没事回血的话 拿这个二一解 是不是 这样回上来的话 他的 横扫就只能写一个 还有两个 这样我就还蛮舒服的你别说 哎 电流导帘 小combo来了 这个怪我甚至不想管他 我看不想管会不会有事 应该没事 五血 他是抽法术牌的 全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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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准备叫杀了 到时候三四十二 十二点血的叫杀 再睡五分钟 是不是死了 闪电风暴 打一下 十点血死了 变寡也死了 是不是 我还想要不要跳壁摇个图腾 万一摇个法相图腾 还能把这二三四解了 生命终结了 估计是个疲劳树吧 疲劳树 就当快攻打 这张萨尔的礼物都想留 他其实里面有个闪电风暴的 但是我是先手啊 先掌戈水弓不想要了 有立体树吧 这个立体树是可以要的 解那个 有很多二血怪啊 他 我可以有这个水饱饱鱼人了 这个 这手来的好 神之一手 诶 但是飞行员帕西斯也来了 我有神 神奇手 先上帕西斯吧 这有个突袭呢 我下回还可以可靠伙伴 当然抽鱼人也行 抽鱼人源源不断 对吧 抽那二二鱼人他再 再抽 直接抽上来 呃 即兴演奏 这回又有点想打了 你都是神抽啊 我靠 这把 哈哈 发费人照顾了 属于是 这至少前几抽是这样的 这三三三个一解的不是毫无压力啊 他这二费有什么怪能大过我这四四吗 感觉没有啊 很难有 下回我带可靠伙伴 感觉疲劳树很难解单体大怪啊 他都是AOE 是吧 我直接可靠伙伴给这个帕西斯 他怎么发呆啊 跑了吗 大哥你可是传说卡贝啊 你不能这么轻易啊 抽了一口 好卡 还有这个 但是你这个帕西斯始终解不掉吧 你马上要死了 是不是 再踢两脚死了 他三费能有什么下的呢 不会有挂奥秘吧 给我拍一次洞回去 那就有点太亏贼了 没事 我下回可以用这个铺 应该不会带张牌吧 得有多想打内战 才带那个奥秘那张牌 而且太不稳定了 你说曾经我都带了一张 就是如果环境快充多的话 拿那个奥秘确实可以拖一下对面节奏 那个神奇的法球 请你 后面我听不清了 好 抽皮刀伤害 有用吗 没用啊 咱咱人 所以说 猶到嘴里 猶到嘴里 电流导量也想留 怎么办呢 这两个配合起来还是蛮强的 再四费一波 但如果留了哥共佐母 这两个又很蠢 就如果不来那些海盗什么的铺场台的话 但我可以跳毙三费上这个 然后再三费奶酪 再四费可靠陪伴 对吧 这个奶酪不一定非得揣手里揣着 这水宝鱼人又是神来一笔 可以给我 他变四十了 我很讨厌看到这张牌 他四十滴血 他容忽率又高了 我觉得我下回直接跳毙上哥共佐母 这张奶酪我还是挺关键 关键的 他给我遏制了 我不管他 这谁管他 谁是小丑啊 这个是不是得管一下 说不定在抽张那个鱼人上来 对吧 是鱼人 那我改变思路 这回打两个可靠陪伴 解张过牌 都解了吧 这还卡到一个火冲啊 这下回合四费可以上这个或者是这个 上这个会好一点吧 也不一定 万一撤到电手导人怎么办 保质百变 好 这两人入手 那没 那放心抽 嗨 五费 龙家奶酪 那都抽上来 对吧 我就往下抽 我也不嘲讽 都抽上来 他彻底下 一把 那我感觉我这个奶箱必须要用啊 或者变 变成寡 这样它其实不舒服的 下奶酪其实它也不舒服 只不过它刀可以解一个 我觉得还是变寡吧 这样它刀解不掉 它应该不会卖脸去砍 它要先去打福丁娜达大冲撞 对吧 说不定这刀又没用了 竟然是这张牌 它没抽到吗 645 645没抽到 但是我这边不重复 有点尴尬 6费考虑一下 后台保镖再叠一个 感觉可以 或者冲锋 冲锋奶酪龙 打脸 给自己的留出斩杀机会 有人看不懂我在打 我在打什么 是吧 因为我在算斩杀 三个盒直接开萨尔的礼物 可以斩杀 对吧 还有三个冲锋 这三个冲锋就是12血 那我场上只有10点场攻 它就死 再加上这个嗜血里面 应该还有几点场攻 他肯定要解了吧 不会不解 这里面有四个怪 看他解不解我这个 刮了 他不解刮我也要嗜血 怎么着都得嗜血 是不是 点一个啥 就是点瓜 不如不点 是不是 卡一只 本来可以小凉一滴 那我还是嗜血吗 我也想问一下 可能不是了 是不是 但他可是冲锋的 这回合是嗜血的最好机会 感觉得是 不然没机会了 要不要结场呢 其实想结场 哎 提在场面吧 反正大马的术法 也是靠场面 对吧 他肯定也打了个 附近大大冲撞的 他也是水元素 他没有场面 他也赢不了我 这两场定球岛连 现在有点尴尬 他还是真卡 你马林拍下来 你要死了 是不是 13点 13点 还确实不 哎 死了 你说说 神抽了 不好意思啊 打猎人吗 很少见的对局 三位 三位有一个电流岛连立体树的combo 但是没什么用 铺六个青蛙 他是一个慢速的猎人吗 游泳的是中速 带这个提升一下自己的血量 这张牌确实不错 又加厚度又带血量 只要带的就有效果 跳毙拍是什么呢 我猜是过牌 应该不是爆炸吧 还有可能是消化完之后 照三费 但是现在一看可能不是 他应该是我用牌之后抽 奥秘列 真的吗 那我在想 我倒连 算了 感觉有点蠢 抽到法术牌了 出奥秘 对不对 并没有触发 撞一个变加三加三吗 还真是 但没关系 能解 这感觉不触发好一点 但他一直抽 秘我受不了 是不是 什么是 什么是 这东西 闪电风暴吗 倒连一手 七费流配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你觉得他会是 先试一下爆炸吧 并不是 回首吗 并不是啊 回首吗 回首吗 只要我怕我倒连被回首了 就会很伤 还是那个打 加三加三 那也要那么多青蛙干什么 照个图腾 没废了 完了 傻逼了 坏了 傻逼了 犯蠢了 我俩人咬我法案图腾 然后再打呢 结果发现没废了 菜逼了 哎呀 操 这下没法辩解了 只有真的菜 是吧 才会 还有香蕉啊 我几根啊 那我可能要交这个闪电风暴了 是不是 或者 有或者吗 或者可以不交 再等一回合 这会变螺丝肯定是不好 把这个解了 别让他过牌啊 这比较关键 他没有过牌 什么都好说 他越打越无力了 他越往后越乏力 没关系 慢慢打 虽然我菜了 但是他的牌组 看上去 强度一般般 可能是他卡手吧 我在想他万一是打完加三加三怎么办 他会是宇宙体系的吗 我想一下 A一下这个试试 A一下这个试试 不是加三加三 下了 减少一点 其实没什么用 结果没用法术 那可能这个跟法术相关了 他要结我的场 没关系 让他结 下锅抽过载牌 或者这个其实也行 都可以是吧 试一下 你是什么呀 兄弟 是十三张牌照六六吧 那我就停手就完了 好难解 好难解 呃 这回合上水宝鱼人会不会舒服一点 还没必要下这个吧 也不死 先把场面扑起来呗 抽牌去了 就是记住别使三张超过三张牌 现在我还是叫杀的吧 十六 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三 确实还在叫杀中 几个伊斯 我这样电流导的来的可不一般 我估计他是有那个什么 所以不能用嗜血打 他估计有爆炸的 就不知道这张回首 回首来 如果回首的话是三费 还是够的 还是够 先试 没关系 那 会不会动回去 我想如果让他动回去一个的话 冰冻回去一个还够吗 其实还够的 但是我拿这个是 对不对 无所谓 拿哪个是都一样 冰冻 不影响结果 影响结果 死了一个 不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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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会过载三费 感觉是对面有场的时候 这两个连才比较厉害 没必要苛求 有人会说 对所有其他随从 当然一点上也不是浪费了吗 没关系 打战士无所谓的 他没有那么多随从 他就有血 哇 顿猛 我可能需要一个 加二加三抽牌 我可能需要一个那个 没来 不是太好 但是也还行 我要想我要不要打这张牌 我六费有一波很强的combo 所以我五费的打张牌 这我先摇 摇朝方 摇图特 五费打这张 六费跳臂打这两张 计划通好吧 计划通 他这把刀不足为惧 好 看准啊 五费 让他感觉没有任何压力 是吧 但是压力都在这个六费这一波 这是我最强一波 他如果解了 那我就没有任何办法 得注意防那个什么 防旋风杆 他有一个旋风杆 可以解同样血量的 就一直旋涨直到一个随同死亡 这个得防一下 或者我直接 嗜血呢 这不过嗜血是不是好一点 可能不用变点变这个 嗜血打得更多是不是 这个变是24血 那现在确实是嗜血好了 三七二十一了 这二十一血不打是白不打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还能到时候还能不能留这么多场面 我至少得要三个才能触发这两个 现在我有点卡手 但是嗜血和这个哪个都卡 虽然说萨尔的礼物还可以变闪电风暴和变刮 但是我觉得对于战士来说 打战士来说作用都不大 这张乱斗有点难受 我可能需要个奶酪龙 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抽起来还可以 我想我要不要直接变 干脆就不贪这个岛莲了 或者先破场 感觉不能不配岛莲 不配岛莲是弱智 必须得配岛莲 看他七费干什么 他七费这个场面 我估计他应该会悠闲着 打个什么跳飞 过牌什么的 还带一张七费乱斗的 还行 留的是最好结果 最好结果 他会不会死了 先A一下 二八十六 他应该死了吧 我想想七费九费正好 他死了 二八十六 对吧 然后先打硬币 注意 他是下一个法术 如果你先打这个 再使硬币就烂了 先打硬币 进入到雷 变 打树式 其实这两张水宝宝都想留 但是留两张又感觉 没什么必要 这两张配合起来其实还行 就这样吧 我感觉这个七手蛮好 是不是 一费打这个 二费打这个 三费挑臂打这个 又是带王子的 带王子虽然会加厚度 但是他也会稀释卡牌 会让你更容易抽到你没有用的牌 这张牌是有负面作用的 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 他难道是一张控制术师吗 他不是快攻的吗 一费没干 啥事没干 还说卡手了 看他二费干什么 什么 这里是个人我想打立体术 但是别急 因为他有受到一点疲劳伤害 对所有敌人造成一点伤害的 那我就烂了 这在留着 他觉得我这个场面压力不大 他可以下个怪 对吧 他只要一放松警惕 我下车立马跳臂 电渴 流铐 倒陪 连伴 而且还能抽上鱼人 鱼人抽那个二二鱼人和那个 他抽牌了 怎么说呢 喜闻乐剑好吧 那直接先跳臂 倒连 没办 把这个鱼人又可以抽新的法术牌 然后还能把 这个 对 取七抽上来 他对我的场面就很难解 他必须要先打一个三费的 受到一次两次疲劳伤害 然后他得再疲劳一次才能打四啊 这场面对他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 呃 这样吗 能解 哎 啊 2345 解的还挺好 你别说 那我也只能打这个了 冲锋 呃 也还行吧 也还行 能用得出来就行 如果是第二张导连就炸了 还行 其实有很多可以用的牌 只有导连是不行 其他都行 哈哈 武费干什么 想一想 还是得打这个 没得可打 是不是 你看其他的都卡手里的 曲奇的话除非他上怪 他不上怪的话 打曲奇没什么必要 他还在思考 在想什么 他真的是控制术 他真的是疲劳术吗 是个什么术实 卡到五费了 兄弟 抽牌去了 刚才光速过了一个抽牌 被我点掉了 啊 还是疲劳术啊 怎么会卡手呢 我觉得就是带王子的原因 带王子就容易卡手 因为你会多十张没有用的牌 那都来在手上 谁受得了 对吧 跟你那卡组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吧 哦呦 可惜提不到刀 那我要不要刷波曲奇呢 那刷完了也就是二费 感觉没什么用 倒连 没必要 抽牌去了 下回可以倒连配这个 上个曲奇 他现在没有收到疲劳伤害 是吧 疲劳是一点 就是威胁不大 他就算有那四费的那个全体打一 也是回五血 然后再回两八点 回十三血 我其实挂个刀 后面再配合这个 应该有 什么啊 三费 三四十二十二十五 有三十点的斩杀 兄弟们 你们懂不懂三十年的斩杀是什么概念 你不先把曲奇解了吗 待会还出怪的 他一副要死的样子 没事 他会回血的 这个得解 这样的吗 这样他是不是直接死了 偷攻击力 能偷到十点攻击力 都想留 但其实 先手这张牌就 一般了 都留了吧 没有一费 但没关系 我的右手第一张会给出答案 又是一个带王子 完了 右手第一张是这个 感觉要被系统制裁了 开始倒着来了 我排库通过就那么几张六费牌 你就给我来一张 好 他开始糊了 大家注意 他开始糊了 那我这里 我觉得我可以直接这么打 因为我不这么打的话 三位就算跳臂的话 也干不成什么事 是不是 就是打这两个 万一有电流导连 我还配合不上 我感觉我得等 电流导连 配合这个 不然抽牌 不然我现在 没过牌 跳臂上了一个这个 水彩的美术家 解了吧 或者下回合配合这个 投资一手未来吧 他看起来是有刀的 不然他不会跳臂下这个 他应该是三位 还想挂个刀 我感觉 不是吗 我想错了 他遏制我魔法去了 那其实没用的 那我摇图腾 加这个 或者是费用打满 先这个再摇图腾 还有回血 感情好 这张牌是四个 果然是有刀 获得一张幸运的币 抽一张海盗 但是计划有变 电流导连得留着 用不出去了 但是这个嘲讽 感觉又很必要 算了 没必要 丢了两天 配合这个的话是 六点长弓 但他这回合就可以 跳臂 那个什么了 跳臂大法术了 感觉还是应该使得的 卡他一回合就好了 还行 没把我这打死 但是把我的脸卡住了 有点难受 四个怪 我觉得这回合 我觉得这回合得打这个 得把场面敞回来 或者先把鱼人抽上来 抽一个海盗 这个海盗万一抽掉帕西斯 怎么办 抽一个 抽一个曲奇呢 其实曲奇不如这个 这个反场效率高 有四个怪 我得送掉一个 因为五费有很多 那个冲锋和突袭的怪 出两个就行 这是几个 没事 咱慢慢挤 也不跟他着急 反正他就这一波的 下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 给我解了吗 他是不是有点失质 他不是不解我的切莉亚斯 想起来了 想起来的这招板 偷九点攻击力 直接解掉那个谁 可以 或者直接就是 就是打脸 但是不解这个 泰坦真的行吗 感觉不行 十点 十五 其实他小猫要死 对吧 他已经造成过五眼伤害了 对吧 下回我打个立体 说他死了 他没什么回血手段的 我记得 除非挂法板 挂法板 我可以用电流的蓝破 对不对 加一费也是三加二十五费 我才会费用够够的 百分之百 外域黄金 知识 那是你的救赎 什么意思 加费 加一半费 洞上一个 打五点伤害 看他怎么选择吧 他怎么能回来呢 感觉很难啊 是不是 脸得冻上 怪的解掉 涨两次费 涨三费 直接释放两个法术奥秘 这么多奥秘 不也就只有一个法反吗 没法反 他又不会重复怪奥秘的 我后手打死骑的话 死骑是有快攻和慢速两种形态 但一般是 慢速吧 这三弹都留了 集训演奏打死骑效果还蛮好 我感觉 历史两张都抽上来了 王子 是真不怕卡手 那我觉得 要不我也不着急呢 我有必要立体说 拍俩青蛙上去吗 该没必要啊 我没齐利亚斯的 我有齐利亚斯还可以抢一抢 慢慢跟他玩呗 但这把骑手不是很糊 其实也就两点厂攻啦 不用怕啦 是不是 三合全解 但是我甚至不想解 就是把这两个打掉 可以解 打个青蛙这样的话 让他的那个石石鬼冲锋 没法打到我的私衣的这上面 把场面抢下来 这样的话 别说我一上来 就已经可以重复三次了 就可以拍五个怪了 只要我到五费 好吧 三合别过载 五费准时炫目演出者 还有这么拍 如果像我要打青蛙这样的话 这个散架符咒会占我的空间 我要我要有五个格子才行 那我就打一个这个 然后抽张野兽上来 应该是四万五吧 你只有他是野兽啊 那个曲奇虽然长得像个哈石的 但是他是海盗鱼人 很幽默感觉 下回我说一波爆发 他没解牌 他下波可能会死 他有解牌的话 我就死 感觉就是下一波定胜负 不知道他留没留 挺个意思 仅仅是这样吗 挖 好好好 还好是挖 把这个拉住就惨了 到五个 叫啥 对不对 都不用算 你看啊 十 二十 三十 加视觉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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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吧 五十一点 些 他解掉一个也就少了两点三点五点长工 还有四十多点些还是死 啊 这么牛 但我还是要打嗜血 是不是 这个嗜血是必须打的 我还要打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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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得解一个这恐惧猎猎 但是我觉得那样的话浪费生还浪费太多了 不值当的 那样会给他给他给了个更多机会 现在的话他没那张牌就死 对不对 他就必须得毒得有那张牌 没有那张牌就死 好像有 这么看好像是有 但是也贏了应该 他只是能解场 他并没有回血 帕西斯再跳把虫子死了 摇个图腾也行 这里没有帕西斯也赢了 四费的康物又来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召唤物 我还有再连上三场就可以上传说的 现在就是不能膨胀 稳打稳扎的 对面是个法术 多半又是大法师法了 还是带王子的那个 这里肯定是跳臂上二三 因为你不跳臂的话 你也不赚 你就是三费手里有两个半 那有什么用 感觉没有用 是不是一跳五费没用 实际上跳四费有用 但是我又跳不到四费去 我晚一回合跳不到四费 早一回合的话又用一个半 是吧 还是跳不到四费 我问你来这回合干什么 下回合可以跳臂 跳臂上这个后台保镖 对吧 所以说我这回合急性演奏不能打 打完就过载了 过载下回合还是两费 当然我也可以造大怪 是不是 这样的话还是加五加五 但我觉得还是打一手combo会比较稳妥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他看上去也没有很很糊啊 上来先远古雕像发现了一张法首 还有这东西 还活动点一个是吗 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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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打脸 别解了 打脸 那这个打脸 那这个打脸了我的计划呀 那这得摇头疼加急性演奏了 带这张牌是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不太明白 怎么还带银尊 银尊海运 远古雕文发现的 你们知道他还挺好 运气还挺好 下回要不变呢 变就加一攻击力 其实有点亏的 但是他也很卡 他也很卡 这可以变 但我确实也没费用变 我可以摇个图腾 然后打个这个 这两条我可以抽野兽了 虽然说好像只能抽上来一张 这样 combo一下 这套牌很吃过牌 你过牌跟不上的话 就很多combo打不出来 对面说 法师也说了 我这套牌很吃过牌 然后硕士剑打了一个拨号机器人 他下回要大法术了 我感觉 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大法术 这套牌 我感觉 这套牌还是这样好一点 还是电流岛帘强一些 上这个 这个鱼人会 万一他要是放的是电流岛帘 之类的东西 就会比较尴尬 因为下回头 要扛他一波 扛他一波超级伤害 这波得把场面撑强一点 正好是他那个刀砍不出来 是吧 他里头手里有硬币吧 应该是 不知道能放个什么法术出来 估计是 9费或者10费 那个吧 啊 这什么 没撤到大法术 这样的货的硬币 但是说实话 这回我抢大血 就这一局抢大血 抢大有点慢 哈奇斯 抽牌 抽法术 或者是变 感觉变的铺场强一点 其实 法术不着急抽 他一次下了 然后变 六费铺两个四五是蛮强的 给他压力啊 他既然没抽着的话 就让他一直有压力就完了 对吧 他又不一定就能马上抽到 真那么容易抽到 谁都去玩大法术法了 是不是 七费你能干什么呢 七费你也干不了什么 挑逼八费 九费 手动打一个 这个有点强了 九费这个帕奇斯 有点 不是这个 奇迦斯有点强了 三张过载 我的过载 下泰坦吗 不愿意脱节奏啊 偷攻击力的话 反正也拆了点 抽一张什么呢 大概率是那什么呀 看海盗啊 这怎么办 不是很想思考了 感觉这个打三回六 这个必须得打出来 不然的话就会很难受 没事的 只是一波场子而已 没关系 只要他没有场子 我还是有机会的 他又不是那种 超级后期的卡组 大法术法 不像战士和德罗伊 战士和德罗伊 你前期没想死他 就真结束了 大法术法还是有机会 你看他就会很卡 对吧 他就会很卡 这个这个嘲讽很关键 冲锋 冲锋 我有冲锋 他会不会死啊 我在想 如果这回合 一二三四五 五三五十五 十五加上场攻 二十五点一起 尽量多打一点 尽量多打一点 打掉4滴血之后 肯定是超过宰牌这回合 结场的话会舒服一些 或者跟他就打脸 他这个三四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我觉得主要是他如果把场面全清了的话 我可以跳把虫子直接斩杀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他还是会死 场宫是高于他的这个 血量的 自暴自弃了 还说硬币是个大法术啊 他还是死 出来一个打一下 还只要有一点场攻我就赢了 他已经很努力了 经典战士 你就是说对不对 你自己带来了 客人 我加注 你认输 圆压了吧 这个开启还蛮糊的 你别说 这张牌真的算 他还减费 他不仅抽嘲讽 还减费 你敢想吗 3-1-5 你让詹姆斯怎么想 对不对 那詹姆斯3-1-4 只有一个野兽属性 嘲讽 你3-1-5 还能往里抽一张嘲讽 还能减两费 这个提费还蛮危险的 你别说 他可能要乱斗 是不是一会儿 这会儿是不是 起飞加曲奇好点 他断斗 如果上曲奇的话 他就炸了 对吧 虽然是6分之1概率 但是他就有可能出现 他就有可能解完场 反而没解 然后我就胜利 给自己增加一分赢的概率 因为你之后 这个曲奇的作用 也不会很大 他就在这里卡一手乱斗 他手里如果是打5 他就得把打5 打这个曲奇 对吧 他打别的的话 都会照新的怪出来 他那个 这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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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盾到那张难道是 获得护甲打4 那就有点伤了 说实话 这个场面他解不掉 我就赢了 这张牌我觉得还蛮强的 他又能抽牌 又能回甲 又能回水晶 现在你可以先抽牌 看看自己要不要回水晶 每决的意思都可以 就是根据你当前的情况 来改变星夜露宿 感觉是不是应该防一下 这个牌的 但我得持续给他压力 下回还得找这个美味奶酪 我觉得 突袭 会是齐利亚斯吗 那我感觉我能打死他的这个机会已经有限了 我只有下回和嗜血能打死他 我觉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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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这一波了 撑到九飞他就齐利亚斯了 对不对 他齐利亚斯我基本打不死他了 能回个12血 还有圣盾 就看这一波 没办法 卢是传说 就是个运气游戏了 解不掉他就死 解不掉我就死 是不是很简单 他如果是宇宙战的话 他的 叫什么呀 完了 他能发现乱斗 剩我四五吧 好不好 哦呦 冲锢来得很好啊 他会不会死呢 三四十二十五十九不死的 其实 不死吗 十四三四十二 十九加二二十一血 他确实不死 但是这个是打多少 打十二 这个是打八 我干脆变炎魔之王轰他 对不对 别亏我 对吧 他这回和奇利亚斯的话 他会比较难受 他只能解一个一 或者把这个打一下 这个炎魔咒 就让他回来十二血 啊 他还有别的解法 看来 那我再敷一波咯 这样是打多少啊 我是铺好 还是风灵主呢 十五血 十二血 我只能打十二啊 铺是有风险的 因为他手里有张突击牌 我大概率是奇利亚斯嘛 他会回血的 是单张的 这个 那还好说 我感觉 好说吗 我想一下 加三 这真的是挺烦的 为了荣耀 啊 先打一个六 六攻 然后变三 下伙三个冲锋 卡一刀 他还是有机会 能叫杀的 这克制巨龙 其实还行 只要他手里没雷诺啊 他如果有 如果有雷诺的话 就是另一回事 那么大杀啊 肯定先砍掉这个 就是三点护甲 然后破盾 然后破盾 是血 再破 应该是杀了啊 大家都扛你啦 险胜 这俩让其手还行 但是其实更好是造大怪 不造大怪 打不过 他AOE太多了 我直接可靠陪伴 是不是 可能不是太靠 他一会要拒人呢 是不是 但我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我让他截我 他的血量比我少 我让他截我 虽然他频率比我高 但是我有这个 呃 确实忽略了他就这样拍了 忽略了 下回我取旗 挡一下 下回我取旗 下回我取旗 叫三个两费 反场 效果应该不错 他只要没有融合巨人啊 都好说 压力主要来自于那个巨人 需要一张变寡 不然处理不掉 这么着急 是为了下这个融合巨人 那我要是说我现在就不解 我 我要是不解场 直接打脸他是不是死了 他死了兄弟们 幽默了 幽默了 最快速的一把 哎呀 不想打树式啊 虽然很快 但是 压力很大呀 打树式真的有压力 很怕被抢死 那我挑臂奶酪龙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话 我加住 别人输 我下回 我下回是不是能造个螺丝出来 他应该术史前期应该现在术史没有解这个螺丝的能力吧 我一会和轰他巴雪 他不是死了 然后他的小怪我可以用这个散散将咒服来解 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小怪 他如果不扑小怪的话 我就默认他没有 撕掉了两张牌 拿了张什么呢 感觉这个刺中阴小小号 刺中阴小号鬼 刺中阴小号鬼 刺中阴号小鬼还行啊 他这都撕了 我猜是张AOE 真的 我猜是张AOE 他觉得我是一个铺场的 但是我今天就让教师他 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破例啊 这东西我就想问你四费怎么解啊 一个疲劳树 感觉是没法解啊 处理不掉 就反正我遇到的疲劳树里面 没有人能在这个回合掏出一个八费的解牌 除非他愿意 他如果有那两张打4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又被罗斯轰了一类一脚 没什么区别啊 其实这回合他还得空过 还得让我铺场 但是他说不定能零费下融合巨人 但感觉那样太理想了 他找不着那张一费牌他就不去死吗 我觉得没有人会前行留两张那个一费打4 太卡了 他常常不可能有 还得安慰自己 那这样好了 他这么打的话 基本上可以宣告胜利了 是不是 这两下轰的他 其妈都不认识了 五费也解不掉啊 他在这个卡组里就不带解这种牌的 怪不得这个 我这个萨买一般被人叫偷鸡萨 与其叫多西萨不如叫偷鸡萨 就是用各种方法偷死对方 什么变出三个螺丝啊 一波嗜血啊 前期变个螺丝啊 是吧 偷 偷刀 偷攻击力啊 疯怒 打30啊 哈哈 怪不得胜率高啊 就是他又是中速又是OTK 你别吧 别到时候我吹一通 然后你发现你能够解掉 我输了 那就好笑了 解不掉咱就投了不好吗 下一把 在想什么呀 要能解他就解了呗 续曲前奏 想起来了 啊 还是能解 我觉得是不是我也不着急打脸 不对我着急打脸 他会回两滴血 会四滴血 曲奇 帕西斯赶紧上了吧 这样的话这个仙长 割水弓说明还能抽到帕西斯的这个冲锋的 对吧 这样他就是不仅 但是我上这么多怪 会不会被他吸回来 我在想 但他有吸血吗 四费二缸六 全场打多少 你别说啊 这是他的翻盘的机会啊 我刚才应该送点这个一一的 这样他的回血回的不是很多 并且增加我射到他脸的概率 但我觉得他没有 是不是没有这张牌 没有抽到 但是他这个算啊 我估计多半是 在犹豫 还能这样呢 还能这样呢 他应该打这个 扑四张 可能应该打这个 但我想如果下回我抽到刀的话 我直接赢 对不对 而且我铺四张 他有可能会有AOE给我解掉 对吧 他其实主要是AOE多 我优先解场并且灰血 这是比较关键 这就是理解 黑暗的交响夜 还在抽法 只不过这张泰坦 确实是没办法 打他的脸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出火车王的 你知道吗 他出四个火车王 出三个火车王 我不是赢了吗 b 哇 猛猛的消灭 那他死了呀 还行啊 压力帮大啊 赶紧他 采提琪啊 最不想打的一击 什么传说看门远啊 真的 最不想打采提琪的 我只能给他发谢谢 给他发三个谢谢 看他懂不懂 他好像不懂 他是不是不是传说的 以前有一种老传统 就是说你在快 只有一剩到传说的时候 你是可以 PY的 就是你给人发三次谢谢 他就会投降 让你上传说 因为已经上传说的人 输入是不掉分的 不掉下传说的 但是没上传说的人 却会掉星 哎呀 你如果是用不用的 抽到这张萨尔的礼物 真是难崩啊 加一加二 怎么办呢 下伙配合不出来 这电流的导连呀 这是什么 土灵 不是很想解他这张牌 说实话 有点想抢脸 但是不解吧 要难受 不舒服 哎呀,先摇个头疼的 这里减二 为什么不减三四呢 是因为三四吃一个奉献直接就死 哎,这里就体现出咱们灯火 捣连会不会捣死 打二,打二,打太多了 没事,体现出咱们这个流的重要性了 它是有意义的 不是白流的 我不解他,让他解我 解他没意义 我这导连是打二的 谁能给这么强大的神器定价 它这个BGM很像蛇精上的中国 只不过掉没拐上去 噢呦,造成七点伤害 那我这个导连不是爽飞了 但是我应该这么打吗 感觉不应该 是不是 但是我先把自己铺满再说 准备叫杀好吧 而且我的硬币在我这儿 他这回合拍彩提 他是打不死的 对吧 他没有硬币 他这回合拍彩提 他打不死 他至少得酒费 才能把彩提打死 是不是 那我赢了 呃,三七二十亿对 注意啊 使用嗜血 别别不使 就就打上去了 好 传说了 感谢这位叫福晓的圣骑士 八万多名啊 国福传说有这么多人啊 即使上了传说也是八万多名 这就是人数吗 好了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或者一键三连 最后还能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我是石凤 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